驚爆真相,台灣劣質油來自香港 台灣爆出的地溝油事件,這幾天就越揭越臭 問題油的其中一個源頭 原來是由香港入口到台灣 話說台灣地溝油的地下工廠 負責人葛烈盛昨天就提堂了 屏東地檢處相信出事的油廠 除了由葛烈盛的地下工廠供貨之外 還有其他通路入貨 根據台灣傳媒報導指出 出事的強冠早在2001年 已經在香港入口劣質油 爆料的油廠工作人員還說 那些油不是人吃的 而香港這邊,食物安全中心也在昨晚證實 強冠的確曾向本港一間叫金寶運 貿易公司買入豬油 而金寶運方面就說 貨源是來自元朗的寶原油資公司 當寶原接受傳媒訪問 就強調豬油只可以用於工業用途 不適合人類食用 那你舖真的越揭越深寒 全新的都市油部APP已經上架了 有空心也在想賺太陽 但是祂真的在教育中心 嘻體移民 禁正反映 一張 連閉嘻體移民 18 20 20